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电源开关 操作5 试验参数设置 单击屏幕任意位置 进入操作界面 点击屏幕上设置按钮 选择MV2体积法试验 选择设定位移测定时间 自动切料选择后 输入试验温度230摄氏度 输入位移间隔5毫米 输入测量次数4次 输入试验复合2.16千克 输入容体密度 0.7386克每立方毫米 参数设定完成后 点击返回 操作6 安装口膜 推回口膜挡板 放上加料漏斗 用口膜清洗棒将口膜送入料口 使用加料顶杆将口膜送到底部 取下漏斗后放入325克基础砝码 操作7 恒温控制 点击控温后仪器进入控温状态 到达试验温度后 进入恒温状态并有报警提示 操作8 撑取式样 用天平撑取4克式样 操作9 口膜封堵 首先使用加料顶杆压住口膜 然后使用口膜清洗棒或牙签将口膜封堵 封堵口膜完成后 取出加料顶杆 操作时加入试样 放入加料漏斗 将称好的试样一次性加入料桶杯 加料完成后 用加料顶杆快速压时移至两次 然后将基础砝码放入料桶杯 并将为移装置洗油 前期放一个875克砝码进行绿压 操作11 启动计时器后点击测量 点击屏幕上计时按钮 系统开始倒计时 然后点击测量键 操作12 四分钟预热结束后 添加剩余码码 预热完成后 一气发出声音提示 然后加载960克砝码及配种砝码 操作13 取下口膜清洗棒或牙签 砝码加载完成后 移走口膜清洗棒开始测量 测试完成后点击查看 操作14 结果计算 点击查看后 所得四组试验结果 取除掉第一组试验数据 其余三组数据取平均值 所得平均值乘0.7386乘7.4 所得结果即为所测试样容体流动速率 操作15 仪器清洗 将基础砝码及导向套一同拔出 用棉布反复清理复载感 直至将附载感清理干净 抽出口膜挡板 使用加料顶杆将口膜顶出 下端用手将口膜接住 使用口膜清理棒将口膜清理干净 使用纱布 包裹料筒清理棒 对料筒进行清洗 清理完成后 将口膜及基础砝码放回料筒内 即可进行下次试验 现在我使用了 Modal MFI 1221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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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ting the language and setting the test method The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English Sitting the test method You can select the test method by it The setting temperature is pressed You can enter it Temps it will Cunting times load Return Then you can The temperature is rising This is current temperature and the rating time is strong You can start the test But press it You can by the view button See the test result And press it You can select the test result This is the test result You can select that 我可以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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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